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在韩国论坛 一位网友上传了一次是Mnet新节目的截图 因为内容太激人而引起了韩国饭圈的争议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截图的内容 Kindom Puzzle Kindom的进化 大众们亲自组装的Kpop女团拼图 在互相不一样的组合选出最爱成员 独一无二的全新Kindy诞生 上半年预定 因为很多网友们都认为 这个模式应该就是A团、B团、C团、D团这样参加后 透过各种任务经验 同队队友一个一个淘汰 最后在每一组女团选出成绩最优秀的一位成员 也就是在A团、B团、C团、D团 各组最终拿下一位的成员组成一团的意思 这也就是在说 同队队友们互相竞争要赢过彼此的意思 只有路人会喜欢 任何粉丝团都不会欢迎的奇化 又会乱成什么样呢 哇,不看都知道一定会变成独维的战场 粉丝团也会被摧毁的 说实话已经成功的女团应该不会参加的 只有什么都得做的女团才会为了宣传参加吧 虽然觉得会很有趣 但是一定会有疯子们开始贬低原所属团体 然后在新组成的团体 也会开始拿各个成员来比较的 这样挑选出来的话 原所属团体是不是就要直接休息了 你们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会很努力的看吧 对于明年上半年很可能会开播的Quindom Puzzl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在韩武论坛 看到了让我有很多感触的一个贴文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时候你相信过的什么事 是现在看来最傻的事 点赞最多的留言是 相信长大的话就会变得很幸福 接着给大家看一个四格漫画 我长这么高吗 我这么小啊 我没能成为科学家 现在还没有房子 虽然有努力生活 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有常常吃炸酱面吗 嗯 昨天吃了 有去过迪士尼乐园吗 去过一次 家里也有游戏机吗 嗯哟 太羡慕了 真的好帅 谢谢你 想要重新学一下 一碗炸酱面就能让我幸福的方法 看完本文之后 为什么流泪了呢 我只是想着棉花糖是用云朵做的后点进来了 看到本文内容后 突然回顾了一下我的人生 我以为只要进了大学就结束了 我相信坏人会受到惩罚 我以为到了我这个年龄的话 就会很频繁的结婚生子生活 我现在认为我的一天一天就像垃圾一样 所以看到这内容突然想哭了 现实生活是过得比小时候好 但是没有了希望跟梦想 我以为人生会很自然的大学就业结婚 但是现实是连掌握工作都很难 以为到时候就会跟别人一样平凡的过日子了 没想到只是平凡的生活 也是需要很努力才能得到 看到大家的留言有点伤心 感觉我也是 大家也是 都有很多烦恼 很多困难的事情 大家今天一天也辛苦了 我因为小时候不太幸福 所以觉得现在很幸福 也很期待未来 大家我们都幸福吧 最后想要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10月份 这些小时候我真的相信 我妈会还我压岁钱